因為腳凍下頭的凍山 站定定在這裏 講成一小時 出得來 當然是香港大事 發表個人意見 泛民的說話是誤導市民 放眼世界根本不存在初選候選人的國際標準 區政府在人大決議下公布政改方案 這次是合憲 合法 合情 合理的真普選 大家都猜到想說什麼 不就叫人先待著 還是這樣 以中港關係和經濟利益 政改很重要 如果泛民議員堅持這個困綁的方式 令政改方案 你得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而被否決了 只會令一人一票選舉得手的機會 變得遼遙無奇 進而令到香港目前已經非常嚴重的內酷 打劇 再用員工說很明白法文 再次向議員叫票 叫他們拿出政治家的勇氣 通過政改 通過政改 民主派當中 亦有不少議員 良心上 或理智上 清楚明白 通過政改 通過政改 負合香港的利益 但他們可能也擔心被編遷為轉軚 便是為民主的叛徒 那甚麼叛徒 我們都是民意代表 那麼大一個人 就別亂說話了 董先生 出口術 說我們 捆綁 根本他就是不明白 原來世界上 還有真理 良心的 不是像他那樣 只懂得做權錢的交易 就算是捆綁 都只是受到良知 和香港福祉捆綁而已